人都知道会死啊 但是人最害怕的也是死 说其就理不过就是不懂死是什么滋味 什么感受 什么模样 不是吗 那如果是这样 每一个人每一天应该去练习一件事 当你只剩活着的时间是十日 三十日 一或三年 你会如何自处 方才有人跟我说 他要把银两花玩 他要开心 没过完这最后的日子 这就好笑了 当你手上游的时候 那你明知 可能我的死期还远呢 所以你就为了这一包 这一袋 这手上放不下去的东西 忧愁 忧虑 得病 不知所措 不知何以对 然后 把自己变成一个 发出任何声音都令人害怕的人 都令人厌恶之人 都令自己 不得喜的人 没有 原因在于 你们从没想象过 死是哪一回事 死这件事情 它存在的意义 只有一个 是教会你如何生的 更有价值 如何生的 如何生的 不仅喜悦自己 也喜悦世界 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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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虑